有时看新闻,偶然会看到这个字,这个葵字 譬如说有关英国脱钩的新闻,哎,真可憐 主角叫做文翠山,见到他真是凄凉 提到文翠山的时候,他在英国首相 有时就会用英葵,就用这个字 这个葵字,为什么呢?这个字本来是个动词 本来是解量度探测的原因 所以这个葵和动词的动词,有时是一起用的 比如说不可葵度,即是心不可测 又或者叫做葵程度理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情方面,要看理方面 又或者叫做葵事而度势,或者审时而度势 你可以用葵字的,所以葵和度是一样的 引伸到葵,也可以指掌管主管 以葵,即是指掌管各种正事 于是又有一个引伸的解法,将它作为名词 就成为掌管正事的官员 在现代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国葵这个说法 国就是内国的国,国葵等于内国的首长 即是首相或者总理 所以首相和总理,很多时候要用葵字 用一个字,这样一个字 所以英葵,是英国的首相 日葵,不安培,可以叫做日葵 都是首相 总理也可以,比如说印度总理,目的 印葵,印葵就是指印度的总理 加葵,加拿大的总理 有时我们都会见到美葵 美国没有首相和总理 为什么有美葵呢? 美国的体制里面有国务卿 现在就是蓬佩奥 都会被传媒叫做葵 美葵就是指国务卿 在台湾的行政院长也都传统上是叫做葵 所以如果你看到台湾的新闻的报道 就叫做蘇葵 那意思就是不止现在的行政院长是蘇的 不过葵呢,畢竟是比较传统一些 甚至比较古老一些的字 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会里面 就不用的 所以比如中国的总理 里总理 就没有人叫做李匹的